屏東東港東龍宮的銀王平安祭 也就是一般所稱的王船祭 每三年一次收王船的壯觀場面 是台灣最盛大的王船祭典 由於祭典儀式保存完整 並且對於台灣的王爺信仰具有代表性 今年還被文件會指定為 國家重要民俗文化資產 這個消息傳來 有不少東港當地軍民都覺得很驕傲 屏東東港東龍宮的銀王平安祭 時間長達七天 除了繞境之外 許多儀式都在海邊舉行 海灘上萬頭鑽洞的景象 和王船燃燒時的壯觀場面 展現台灣民間傳統信仰的獨特魅力 是台灣最盛大的王船祭典 今年文件會經過嚴格審查 決定指定它為國家重要民俗文化資產 消息傳來讓當地民眾相當興奮 高興啊 好驕傲啊 就是我們東港的算是一種很大的驕傲 我們要希望它能夠擴大 能夠再延續讓變成世界性的活動啊 根據神話傳說 搭乘王船的王爺是帶天巡獸 遊走四方 不過東龍宮的王爺 已經成為在地的守護神 充分體現台灣這個移民社會 在信仰上在地化的歷程 而東港當地的聚落 為了舉辦祭典互相分工 也形成特殊的社區文化 遵照古禮 然後所有的科宜都非常的完整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是 它凝聚了東港當地七個角頭 所有民眾的向心力 因為營王的祭典讓東港人更團結更驕傲 傳承三百多年的營王平安祭 現在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資產 傳統科儀的保存更不易走位 也讓東港這個小漁村成為台灣傳承王爺信仰的重鎮 記者中文 孟昭全 評論報導 是